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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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yo everyone 歡迎收看荔枝導彈台 今天 阿力帶大家來到的地方是 高雄的左營 鳳翼做成城隍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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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紀錄是寫說 他們的造基於 康熙43年 也就是1704年 就有城隍爺的鳳翼 但是建廟呢 以歷史記載 建廟是在康熙57年 才有這間城隍庙 阿如果是以建廟來講 康熙57年 它就是 僅次於嘉義城隍庙的 康熙54年的建造 所以鳳翼就成城隍庙 在台灣的城隍爺的信仰裡面 也是足足輕重的 那今天為什麼會帶大家來到這個地方 主要是因為 今天剛好在舉辦今年的賢佑伯出巡 舊城隍庙的賢佑伯出巡 在高雄來說是高雄的市定民署 阿為什麼會市定民署 因為這個活動它 開始於大正七年 也就是民國七年 由當地的類似現在的區長 跟那個士生一起推出來推行 然後去舉辦這個活動 然後這個活動範圍超級大 舊記載說它總要繞了13個地方 所以它這次活動就是從 12月27到1月2號 是一個非常長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先進去看一下城隍庙 那等一下就可以帶著大家去 看到近跨勞列 Let's go 城隍庙的出巡這個活動在 日理這一次的上一日 是105年舉辦的 所以已經有四年的時間了 民國107年的時候 被高雄指定為高雄的市定民署 現在我們走進來就可以看到 喔 這就是我們的就成城隍庙 可是因為出巡的關係 它最具代表性的軟生的城隍庙 而且已經出門了 那我們就可以今天來看一下 現在廟裡的狀態 一走進來我們就會看到 兩邊有謝凡將軍文武旁觀 中間的就是我們的城隍庙 等一下呢 我們看有沒有機會 在外面遙境的狀態下 看到南尊很漂亮的軟生城隍庙 我們來到了每個地方呢 最主要的東西就是要吃 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後在城隍庙對面 剛好有看到一間肉掌 看起來生意超好的 應該超好吃的 所以呢 就跟著阿力一起來吃 Let's go 好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大社青雲宮 等一下左營舊城城隍庙的 城隍爺的遙境隊伍就會來到這裡 我們就先提前來這邊等待 可以讓大家從頭看到尾 剛才聽廟方的人員報告 還有這一次的人員 預估大概有兩千人 然後他們等一下這個烙情隊伍 也是剛好今天會在這邊吃午餐 所以這邊剛好會停頓久一點 然後我們就帶大家來這邊看 這一場高雄市令民俗的活動的烙情隊伍 我們來到了大社青雲宮 廟方的大哥就很熱心的 帶我們來看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 就是他們廟後方有一個廚房 廟中之廟 它裡面有一個廟中之廟 灶台這邊有灶神 其實這非常少見 而且是在台灣廟語幾乎 也沒有看過這樣子的供奉的方式 這也算是機緣巧合 有這個機會可以看到 這麼奇特的供奉 那我們真的要很感謝大社青雲宮的廟方人員 就是大哥 帶我們來看一個這麼奇特的供奉方式 謝謝大哥 現在呢我們城隍爺的烙情隊伍 已經準備進來了 現場的民眾 蠻多的超多的很熱情 就很虔誠的在恭迎 城隍爺的聖假到來 第一個一代 estim 我們切你的 flag 喬尉 新郎距台老奉 白忠春 林三 Break 三緒 universities 聖無宗 在那一期 怎麼回事 這就是我們來看我們 在外面 裡面有衣装 在前面 三點 就讓我們國中間來坐下 啊 幾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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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